2連8的中信兄弟27號是第二次接受總統的接見 本來以為總統府理事會比較嚴肅的場合 但其實現場的氣氛很輕鬆 總統蔡英文就直呼球員江崑宇的綽號 直接在典禮上叫他小可愛 而且因為進到總統府的機會真的太難得了 所以在一試過後 很多球員教練還有啦啦隊 都特地留下來在大禮堂 盡情的拍個過癮 現場笑聲不斷 黃山君第二次進到總統府 大家不再穿正經八百的西裝 而是熟悉又舒適的球衣 蔡英文總統則是跟去年一樣 穿了一件黃色內搭衣 跟大家相互引 在致辭的時候 總統特別點名了王威成 吳哲源在經典賽的優異表現 不過在叫到江崑宇的時候 還有小可愛 誰啊 江崑宇 江崑宇 我以為很多人都站起來 就是滿榮幸 就是可以聽到總統這樣叫我 就想說總統可能 就可能會叫我名字而已 就是沒有想到會叫我小可愛這樣 就比較親近的感覺 能夠跟總統面對面機會難得 可以進到總統府的裡面 當然也要趕快拍照 好好的紀念一下 在整個接近儀式結束 長官們都離席之後 中心兄弟全體成員 待在大禮堂 抱著冠軍獎杯 在獎台前面合照 但是這個拍照歸拍照啊 怎麼又為教練 跑去跟啦啦隊女孩玩自拍咧 怎麼賣一張隊嗎 沒拍到啦 老師打電話來了 老師打電話來了 熟悉教練 其實女孩們也都是 第一次進到總統府 大家不只是覺得緊張又興奮 本來個性就很可愛的短肌 來到總統府 果然又要繼續賣萌 我不知道它裡面的門 是那個木門 所以我剛關門的時候 還夾到我自己的手 就說喔 對 自己的門怎麼還會夾手 然後我覺得那個 英文 喔那個 總統穿黃色很漂亮 對 你剛剛很蠢 我剛剛有做英文課嗎 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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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黃色很漂亮 啦啦隊的魅力無法導 連總統都知道 天安們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想要力邀總統一起大跳 世界名曲 有機會的話 希望總統可以 跟我們一起跳抓獵 對 華視新聞 林川北報導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